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吃的南瓜糯米小丸子 不仅香甜可口,还软糯Q弹 先把南瓜切成小片 水开放入锅中蒸熟 用叉子把南瓜压成南瓜泥 加入几勺白糖适量炼乳 倒入一大碗糯米粉 揉成这样光滑的面团 再搓成一粒小丸子放入盘中备用 水开放入锅中蒸13分钟 把蒸熟的丸子撒上椰蓉 一粒软糯香甜的南瓜丸子就做好了